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界认为川普此举应该是要挽回川经会 而并非是真的想要改变之前川普原定对朝鲜的对话方向 朝鲜上周突然宣布不一定会举办川经会 让毫无预警的美国打持一惊 对此似乎动摇了美国总统川普原本坚持朝鲜完全性去核的立场 在这之前川普认定的朝鲜去核化 是向利比亚式的单方面放弃核武 当时利比亚和美英两国秘密谈判之后 同意废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还让国际原能总署来视察 并且公开所有核武发展资讯 以及销毁射成30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 川普当时原本规划要朝鲜达成向利比亚的彻底废核 才会解除对平壤最大压力的经济制裁 不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是主张阶段性统部措施的附加条件 将去核化当作筹码 金正恩底线主张冻结核武 而不是向川普口中的废除核武 对朝鲜去核川普和金正恩显然没有共事 但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自从上周朝鲜临时终止预定在6月12号举办的川经会 川普在白宫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会面上 想法又来个大转弯 他表示朝鲜能够全面放弃核武 当然是最好的决定 但他不想完全坚持如此 纽约时报分析 川普展现弹性 很可能只是为了挽回川经会的进行 并非真的想放弃 说服朝鲜全面契合的策略 不过川普也强调 美国希望川经会能在一些条件下进行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就真的不会举办川经会 新闻时事报段有如整理报导